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最近有關於壹傳媒黎智英的新聞 大家可能的焦點放在究竟 黎智英請英國的御用大狀為辯護 引來這個人大釋法 認識了國安法的某些條文 但又不是說得很清楚 究竟是否全部這些國安案件 都不可以請楊大壯來 將權力交給特首和國安委 幾乎是無限權力 又或者仍然集中在這件案件 引起英國政界關注 上升到外交層面的一個案件 但有些事情大家會忽略 又覺得是會這樣發生的 大家知道壹傳媒是一間上市公司 他被警方幾度上去壹傳媒的蘋果大樓 做完調查之後 說他違反了國安法的案件 然後拘捕了他很多高層 包括黎智英在內 他2021年6月底的時候 已經被迫停運 清盤 然後股票當然就是 在這個 港交所裏面 停牌 停止交易 已經超過一年半 大家會覺得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 他是正式被香港聯交所下令退市 星期四的凌晨 壹傳媒正式除了牌 原來壹傳媒已經上市二十三年 除牌意味著 他仍然是股票有價值的 一億美金 一億美金的價值 你拿著這些股票 全部都變成廢紙 我想說幾次 香港人可能對這些新聞 已經有點麻木 已經習慣了 而且都會覺得是理所當然 那你那個負責人 最高的負責人 這些高層 包括公司 說你違反國安法 然後就要你這個 停運清盤 最後除牌 這個命運好像寫在場上 有什麼奇怪 除牌這件事 有什麼好說呢 是不是 但是我想說的 其實 這間公司 在 被 國安警去做調查 的時候 他不是一間完全沒有價值的公司 他的 報紙仍然是相當長銷 雖然 紙媒一直都在下跌 全世界的趨勢 但是他在網上的訂戶 是多得很厲害 而且是上升 從商業的角度 這間公司 其實是可以賺錢的 令到他買了股票的股東 可以繼續 可以分到 你拍了股息 而且這個股票 一直在上升 這間公司 不是沒有香港的讀者的支持 不是沒有香港的觀眾的支持 他的股票 也不是股民完全唾棄他 換句話來說 勒令他 停運 清盤 然後除牌 絕對是100% 對私有產權 的一種侵害 簡單地說 我拿著這間公司的股票 我沒有了 我沒有買股票很久了 我本來買入是某個價錢的 舉個例子 我有10000元他的股票 現在這10000元等於零 沒有了 即是等於什麼 等於特區政府用他的司法和行政的手段 剝奪了香港人的私有財產 如果從一個媒體的角度 當然就是 你看得到 他停運之後 最後一份報紙都出來了 然後就 逢七有黎智英的名字的書 都被這個圖書館脫牌 下架 然後 蘋果日報的合定本 完全在圖書館找不到 個別的人買了之後 藏在自己家裡就要另計 然後 他在網上的所有資料 全部消失了 然後 然後接下來 就是他在 港交所的交易 聯交所的交易 全部消失了 股票也沒有了 如果我們若干年後 十年八載 二十年後 說蘋果日報 你是找不到他任何 實體的電子資料 是怎樣的 不過有些人 把他所謂的 有機會找得回 如果拿到連結 但是一般人 你問他 蘋果日報 事實什麼一回事 他是憑記憶可以告訴你 在香港的所有公共的紀錄上 是消聲匿跡的 當然 蘋果日報的精神還在 即是說 新聞自由 深入的調查的報道 等等 當然也有人去救病 蘋果日報 就說他挖眾取寵 sensational 善聲色 都有存在 他是很大的爭議 但是很大的爭議的 一份傳媒 不是等於 他應該消失在地球上 是不是 從新聞自由的角度 從歷史紀錄的角度 那為什麼 要將蘋果日報 徹底消失呢 我想明眼人都知道 這不是一個司法的問題 這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因為黎智英被視為 反特區政府 反共 反華的香港的大旗手 所以一定要 用 中國大陸的 包括港澳辦 中聯辦的語言 就是要將他徹底清算 建案還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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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還未審 結案 還未判刑 他已經坐了幾乎兩年牢 建案還在審 不過蘋果日報已經不見了 建案還在審 不過這些 中央派來的這些機構 已經不止一次 用一些相當暴力的語言 去說這個壹傳媒 以及要對付壹傳媒 對付黎智英本人 要徹底清算 這個是文法大革命的 相當暴力的一種說法 什麼是徹底清算 形象之來說 就要批鬥 要掛大牌 要剃陰陽頭 要戴高帽遊街 要跪玻璃 然後就給人民法庭審訊 可能在中國大陸最極端的時候 當場槍斃 揭發他的滔天罪行 不是在法庭上 而是在批鬥大會 而這個做法是很遲 未審結的 未定罪 所以說他要徹底清算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詳細說 關於私有產權的問題 一個上市公司 股物 買這個公司的股票 是真金白銀拿出來的 這間公司 不是因為經營不善 那個股票 是變成一民筆席 所有股民都退棄它 不是因為這個 供求的關係 那些人覺得 這個機構 這間公司是沒有前途了 於是就賣出他的股票 不是他們因為什麼財技 又或者投資失敗 而影響到他的股票的價值 不是 是這個壹傳媒的公司 在網上的訂戶 創了新高 雖然未必很賺錢 但是股民都在吹捧他 都想買他的股票 在精神上支持他 支持新聞自由 在他做得相當好 相當多讀者 的情況下 突然之間 要他用法律的手段 要他停運 要他清盤 然後最後取牌 表示什麼呢 如果從一個外國的投資者的眼中看 就是 原來香港已經變成一個這樣的 前所未有 英國老統治的時候 從來未發生過 特別是行政區 97年之後 到2023年 2022年 或者2019年之後 才發生 當他被釘上 說他是 犯了政治上的 很大的問題 他所有事情都會消失 即是說 在國安大法下 在這個宇宙大法下 私有產權 是不會受到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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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黎智英 他自己本人 是 五億多 他是大股東 現在就是 逢親擁有 壹傳媒的股票 包括黎智英 他的財產 化為烏有 等於 你說充公了他的錢 你說充公了他的錢 也算是有夠錢 也變成在政府裏面 但現在不是 沒有了 換句話來說 你在香港辦企業 不一定是傳媒 做其他也是 辦企業 有些賣衣服的 都要遠走他鄉 在香港辦企業 如果你是得罪了政府 被人視為你是反政府 批判政府 批判政府批判很激烈 你的政治集場有問題 大到上市公司 小節 這個成衣售賣 再小一些黃店 你看得到是這樣 全部都是 不只是沒有運行那麼簡單 是要用法律的手段 逼到你傾家蕩產 現在一傳媒就是這樣 一傳媒就是這樣 賣衣服就是這樣 黃店的飲咖啡的茶餐廳的 全部都是這樣 這個政治立場有問題 派警察上門 派國安警上門 不停地去問你 這些標誌 這些裝飾 不行 你應該脫下來 要不然就拘捕你 然後派食環上門 在這個 限聚令的時候 這些桌子 相隔得不夠遠 你那些人沒有 都安心出行 不停地騷擾你 等你無法營運 你不要以為不關你的事 一傳媒就該死了 那個老闆 雖然有些人說 鄧他可惜 如果他不是這樣 那麼反政府 他沒事 你以為你開茶餐廳很容易 黃店一樣會有問題 大家知道一個立場鮮明的媒體 在香港 今天 已經是無蠟燭之地 我講立場鮮明 當然是批評政府 立場鮮明的媒體 《蘋果日報》如是 《立場新聞》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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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大家知道 國安法實施了之後 這間是第一間上市公司 被凍結財產 當時的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 在2021年5月的時候 是用國安法 凍結黎智英在壹傳媒 超過七成的股份 然後凍結《蘋果日報》三間公司的資產 說法就是 根據《國安法》 有理由懷疑有關資產和相關罪行的財產 有理由懷疑 不過沒有公佈任何證據 然後去查《蘋果大樓》不止一次 拿走很多的文件和電腦 拘捕了《蘋果》的高層 然後6月底 《蘋果日報》被迫停刊 網上所有的資料 一夜之間 全部消失 停牌之前 《蘋果日報》的股價是 2.9萬 市值是 7億6千5百萬 港幣 然後壹傳媒整個銀行 所有營運的資金全部被凍結 到2021年9月 陳茂波財政司司長 引用公司條例 說公眾利益的理由 向法庭申請一傳媒清盤 然後過了幾個月後 《國安法院》頒領一傳媒清盤 已經停牌了18個月 沒有復牌的條件 所以 港交所下令 要他退市 股民 包括 即是他的股東 包括最大的股東 黎智英 那一億美金的財產 即是這個 普通市民拿著的股票 包括在內 一夜之間 全部蒸發了 你看到整件事 是特區政府 由行政當局 保安當局 即是當時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當然是動員 這個國安警去查 到 財政司司長 到 港交所 全部是上下一條龍 這樣 要整死一傳媒 那你說整個過程裡面 看在 外國 投資者眼中 你不要以為我沒有東西 我不搞政治 這樣 我都說了 有很多都 只不過是 做個 黃店 小店的 你說他是不是搞政治 都是一時出於義份 都搞到你雞毛鴉片 香港人不要以為 覺得是理所當然 是這樣的 鬼叫你得罪政府 以前是沒有人這樣 這麼說 鬼叫你得罪政府 鬼叫你反政府 在一個自由民主的 講人權法治的社會裡面 所謂反政府 所謂得罪政府 只不過是講一些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聲音 為什麼要落得如此下場呢 香港變成一個怎樣的社會 即是 從新聞自由的角度 我固然這個是 絕對是侵犯了西民之後 香港已經沒有 不存在這件事 但從私有產權的角度 這個是牽涉到 香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就是 你荷包的錢 你銀行的錢 你公司的錢 為什麼會因為政治原因 要逼到你 即是真的徹底全面清算 黎智英就是這個意思 徹底全面清算 你事業沒有了 你的自由沒有了 你的財產都沒有了 這個跟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真的一點分別都沒有 跟現在中國大陸 都是沒有分別的 只要你提出一些意見 對今上 作出批評 你就要坐牢了 有例子 又說你什麼貪污 什麼俗跡 舞弊 就抓你坐牢 有錢好 要不然就逼你交出你的財產 那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 切切底底的沒有分別 雖然大家都預料了 不過 當壹傳媒 真的脫牌的時候 大家會很清楚 香港的私後財產 是不會得到保障的 在宇宙大法底下 好 經歷到這裏 我非常繼續支持 我心靜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答案 答案 ster oper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